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他是从哪里来的 小黄只问了我很多个问题 但是对我的问题他就好像没听到 不过他也偶尔说出那些说话 向我披露了他的所有事情 例如第一次见到我的飞机的时候 他问我 这个是什么? 它不是什么 它会飞?它是一架飞机 我的飞机 我很自豪地让他明白我会飞机 于是他叫了起来 什么?你是从天上跌下来的? 我谦虚地回答 是啊 哇,真是好玩啊 小黄只发出可爱的笑声 但是他的笑声激怒了我 我希望其他人可以认真地看待我的不幸 他跟着说 这样你也是从天上跌下来的? 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 他的出现就是这么神秘 我立即窥见了一丝亮光 于是突然问他 你从哪里来的? 我的人仔? 你的家在哪里? 你要把我的绵羊带去哪里? 他默默地想了一会 回答我说 你给我的这个箱 他有一个好处 绵羊晚上就可以住在里面了 当然 如果你听话 我还可以给你一条线 日后可以把绵羊拉出来 还可以给你一支木棍 这个建议好像让小黄只大吃一惊 把绵羊拉住? 这个想法太奇怪了 如果你不把他拉住 他会到处乱跑 然后会走失 我的朋友大笑起来 哈哈 你想让他跑去哪里? 哪里都行 不值往前跑 小黄只严肃地告诉我 不要紧 我住的地方很小 他又加了句 带着一些忧伤 不值往前跑 他就会担心 你也会担心 你不值得 你不值得